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照片的時候 我第一個也覺得是柴油 像不像柴油 像不像柴油 所以鄉親的關心 真的是也有幫助 我也覺得是柴油 我本來要叫我們客廣 調那個什麼西油棉來的 想想不對啊 所以先來看一下 隨事座也幫忙 他們去柴了 昨天早上在此無柴的 跟今天在廖柳柴的 一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全島都有 本來我昨天看到照片的時候 沒有實際看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 顏色有點像柴油 所以不能怪鄉親說誤解 它有點像柴油 那可是我們經過 如果是柴油 你走到這邊一定都是油味 那理科長到現場 因為沒有油味 就發現很奇怪 所以才請水事所來 去做分析化驗 那基本上它是個藻類 量油港區基本上已經幾十年 那現在小山東以後 跟我們金門跟台灣的貨運 都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的船的運量 越來越大 那環保局花了大概兩個半月的時間 我們把整個廖柳港區去做全部的了解 完成改善之前 環保局會配合海軍署的部分 來做一個機查 甚至登船檢驗 鄉親能夠關心我們金門的海域 都是好事 不管是不是誤傳 我們至少已經釐清了 我想 在 定期會六月份 我們就有提出說 那個廖柳灣這邊 有受到那個烏油的汙染 然後實際來看也是烏油 是 那民眾最近發現的這個 當然會有疑慮 是不是跟上一次的事件 是統一事件嘛 所以剛剛 那個這一兩天 經過我們的採樣 然後那個化驗 結果是那個 藻類 所以就排除了民眾的這個疑慮 那個烏油的問題 我們也請那個環保局啊 他要責成相關單位 然後做有效的預防